下列哪些化学式的表示法 能够表示出化物当中所含成分元素之原子种类 原子树木以及部分的化性 下面一共五个选项让同学进行判断 其中A选项的部分 分子式可以表示出原子的种类还有原子的树木 但是我们无法得知结构关系 因此会出现一种情况 不同的分子虽然具有相同的分子式 但却具有不同的结构 所以我们无法从分子式当中确定知道化性为何 因此A选项错误 B选项的部分实验室 实验室只能够表示出原子的种类 还有原子的树木比例关系 我们是没有办法从实验室当中知道原子的真实树木 所以B选项错误 而C、D、E三个选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 在D选项适性是 我们除了可以知道原子的种类还有树木以外 由于我们知道了关能基为何 所以我们可以藉由关能基了解部分的化性 而C跟E两个选项呢 我们不只知道原子种类还有原子树木 我们可以从结构式以及分子模型当中 了解原子之间的间接关系 所以可以从结构式以及分子模型当中 确切地知道其化性为何 因此C跟E两个选项也是正确 顾本帖答案为C、D、E 同学你答对了吗